你可看好了 把鸡蛋倒进洋葱里 这个做法真的是太好吃了 很多人都没有见过 也没有吃过 做法简单快速 10分钟就搞定 洋葱最好是选这种紫皮洋葱 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丰富 切成四半倒入清水 加入一勺食盐泡5分钟 这样就不会辣眼睛了 一个苹果先切成薄片 再切成小丁 泡好的洋葱也切成小丁 这时候把一个洋葱切成洋葱圈 像这样就可以了 小碗中打入三个六大鸡缸下的鸡蛋 一个红心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 对我来说就能开心好几天 这个视频您就帮忙点一个小红心吧 辛苦您了 把鸡蛋液倒入洋葱里 放入苹果丁 胡萝卜丁 青椒丁 适量盐 一勺胡椒粉 少许生抽 搅拌均匀 加入一大勺面粉 一勺普通淀粉 搅拌至没有干面粉就可以 锅里预热刷一层油 放入洋葱圈 倒入9分满的蔬菜糊 烙至两面金黄酥脆 洋葱这样做 挑食的孩子也非常喜欢 蔬菜搭配营养非常的丰富 做法简单保存起来吧 美食自己做 家人吃得更健康